兄弟们话不多说 第一本授爵先领了 八郡图的第一个 听说你在寻找不出事的高手 你要找的高手就是我 一点点体力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直接领取 第一级魔兽要爵 第一级魔兽要爵 四个字 丽皮划三 神马复员 复员神马 第一本授爵死亡召唤 还可以还可以保本 第二本授爵来了 马面卡变他一遍 可以不用再为所发育了来吧 复员神马 复员神马 一套 卧槽一套兄弟 死亡法防一套 直接在这个区满上一个 胚子堵的直接打伤 太舒服了不用等一个月 死亡法防一套 开局不亏 还行 今天 鸟王站起来了 不但是左手高逼右手高偷了啊 一本死亡一本法防还不错啊 很刺激 鼠标点一点啊 50000块钱就没有了 相当于1200个高级保图啊 这次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变身啊 变身的话 随便变一个 变马也不出马 变出了一个变异的小肚子啊 兄弟们 咱们随便一个变身变出了变异 那么领兽爵 是不是要领出十二分之一的 浮云神马和利皮化山了呢 第三本魔兽要爵 五帝兄弟们又创造了梦幻西游的另外的一个奇迹 连开八本兽爵的第三本 低级魔兽造绝 低级魔兽药爵的造型 可以低级魔兽药爵 只要是低级药爵的话 就还稳得住 十二分之一 有人说玲瓏激发 不要发 不要发 尋找李世民最快的速度点击出千亿受决 八本中间的第四本 直接又是一本低级魔兽药爵啊 这次没人知道是啥了吧 这把挡得特别严实 这把是神马啊 这把神马上古 神马公平刷神马的最多啊 这把你们实在不知道是啥 上古神马临终鸟啊 上古神马临终鸟 第一个神马神神神神神神 一横 一横的话有点像上 上古灵符 这个有点啊 这个就有一点 有一点点沉重了啊 你知道吗 对现在下一本得必须得是神马利皮 才能把之前的勾回来 八本千亿 四十万 已经花了二十万了 回本了九万五 现在亏了十万零五千 不过一个受决就能回本 来回一下本浮云神马 浮云神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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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级魔兽药爵 神马 我们已经有了灵灯即发有了上古灵符了 虚迷 虚迷 虚迷虚迷太不值钱了主要是啊 我吃啊 站起来了 马出现了兄弟们今天 我们可以了后面的三本书随便来一本山额就还稳得住了 恭喜五地 恭喜最难 八个千亿受决的第六本啊第六本现在已经回本了啊三十多万了 所以说后面再来一本山额就没什么压力了啊 再来一本小受决 来 不想赚太多来一个山额来个立皮 山额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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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本第一级魔兽上魔兽要觉得造型啊 来公平刷是什么受决 不要业武清城不要上古灵符 立立立立 没立住没稳住啊 我跟你讲我一直看好业武清城这个这个技能 因为业武清城跟善恶立皮是一个时代的受决 当时咱们抓狗有三种鬼 马面呢是用善恶打的多啊 马面是用立皮打的多牛头是用善恶打多业武清城啊 对不对打雇伤打什么啊都打的多 他们一个是针对高防的一个是针对低防的 有一个是针对故伤的 这业武清城受决我跟你讲以后可能有可能会改 就是千万别把这个业武清城受决直接丢弃或者拍在垃圾堡上啊 第一集 能不能给我一点体面我是网易最强业务员 宇宙世界联国联盟北京办事件的摩托西游和平大使的吸引浪为摩托西游大百客 给我一点内部的福利最后一个受决我要善恶或者立皮 三个宝本立皮小转 不贪心 保底给我一个低级魔兽受决的低级魔兽要决的造型低级魔兽要决 我看见了 法术防御啊 没啥意思 八本受决玩完以后竟然是白玩 没赚 应该是小亏啊 来我们算一下咱们按照市场价格算啊 死亡法房算四万五一本行吧 四万五一本四万五四万五一本 神马的话咱们算个二十四二十五啊二十六啊 算二十五还有一本上古灵符算三千 业务青城送高币的话算两百 高币两百万肯定下不来还有啥 还有啥没了吧 灵灯激发基本跟业务青城差不多啊 死亡法房都算了啊 差不多白玩啊差不多白玩差不多白玩啊 差不多白玩啊 Zither Harp